很多人也很期待看阿妹的跨年晚会 不过呢以往台湾的跨年演唱会 很多剧情都在北中南大赶场 可是现在有些歌手受邀到大陆表演 这可就没办法当两岸非人 今年呢肖敬腾也选择到大陆跨年 台上彪哥肖敬腾在演唱会上炒热现场气氛 但今年想在台湾的跨年场上 看到他粉丝可能要失望了 传说今年是在湖南卫视那边是哪 好像是耶 怎么了 因为歌迷都觉得说怎么 去年也没在台湾唱嘛 所以今年怎么还是没有打算在台湾 这个问题我很难告诉你 近年来不少歌手都西进大陆抢供人民币 除了酬劳是台湾的两倍之外 也不需要赶唱 反观台湾跨年 大多是拼盘式晚会 一位歌手通常得赶三四场 但还是有歌手选择要在台湾陪民众跨年 天后阿梅进歌任务 今年张会妹要在台湾和民众一起倒数 还将跟天王郭富城携手压轴 堪称今年跨年场的最大咖 跨年对我来讲是 就是很希望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完整的节目 那我其实一直在台北跨年是之前一直有的 所以我们在今年就是决定说 其他的地方我们可能就先暂时 可能之后以后再去 那我们台北在今年我们就好好的 跟所有在台北的朋友们一起来跨年 阿梅说在台湾跨年比较习惯 而除了他五月天SH1和哈琳也都将留在台湾跨年 在几位大咖歌手的加持之下 今年台湾跨年晚会更将打破拼盘式演出 过去歌手只唱两首歌就走 今年换作每位唱满一个小时 让歌迷听的过瘾同时也吸引满满人潮 UDN TV红彩婷 陈晋怡 台北报道